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17日 星期四 今天要繼續跟大家說一個 之前關注過的問題 就是 中國和澳洲之間 那種欺凌 對於澳洲的壓制 竟然 就出事了 訂出了回憶錶 飛回來打爆了自己的頭 其實是上一次我講的那個 延續來的 不斷會有這些回憶錶 這是第二個回憶錶 上次我講的第一個回憶錶 第一個回憶錶就是鐵礦石 因為 全世界 澳洲的鐵礦石的出口是算是 佔全世界60多個巴仙 第二個 巴西的淡水河谷佔20多個巴仙 而澳洲和巴西 加起來 已經是佔全世界的鐵礦石供應的九成 這個時候 中共 是說要制裁澳洲 誰知道 就導致鐵礦石價格大升 制裁澳洲 變成制裁自己 沒錯 自己是拿爺 澳洲 在這個鐵礦石賺多了的錢 比中共制裁他的錢更多 所以中國 是真的搬起石頭 閘自己的腳 你有甚麼理由制裁人家 對方的損失是11倍的 原來制裁自己 他現在不是打七雙拳 七雙拳的比例是不對 七雙拳是錯的 因為七雙拳是理傷人三分 自己雙七分 但是這次的比例是更加完善 是11倍 這個是七雙拳的五次方 多慘啊 自己套勢 對方也未打 也未受傷 怎麼辦呢 這次 反而對大陸的民生 造成更大的影響 這是甚麼事呢 就是中國對澳洲煤炭 採取抵制措施 誰知道 是令到國內多個行業 是不夠煤用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中國是一個產煤大國 但是同時 它也是一個用煤大國 中國的發電 各方面的工業應用 其實是以煤發電為主的 但是 由於中國的煤 那個品質 跟澳洲的相差很遠 澳洲的煤全部都是 純度高很多 漂亮很多 所以買澳洲的煤 那個使用率 比大陸的煤 高很多很多 大陸的煤 最漂亮的可能是山西那邊的煤 但是 其他地方出的煤 雜質高 不夠純 所以提煉起來 使用起來 效能是差很遠的 這次 它竟然 限制 加上澳洲的煤全部都是抵制 但是 完全沒有看經濟數據 這次 限制的煤 使得浙江湖南等地 出了事 二烏小型企業 全部停產了 湖南發改委下令晚間交通燈和路燈要關閉 大家想不想到多嚴重 北韓化 湖南啊 終於沒有光害了 可以觀星 這個 有學者更加認為 如果澳洲完全停止向中國提供鐵礦石 中國可以說 即使要停工 因為鐵礦石 是命脈 大家記不記得 當年這個08年金融海嘯 Accumulator事件 當年的中信泰富 就是因為受了國家的指示 買入大量的澳洲鐵礦石合約 以及澳元 因為怕澳元不斷上升 因為怕澳元不斷上升 然後怕澳元不斷上升 令他們鐵礦石入口的成本大增 所以就買入大量的澳元 Accumulator 累計交易期權 最後 輸了九十多億 而要中央出手 給錢熟了這批 這批合約 大家想想 為甚麼 因為鐵礦石是命脈 是中國工業的命脈 沒有了鐵礦石 甚麼都做不到 當年就是因為為了保持鐵礦石的 暢通和成本 控制著 中信泰富才要出來買 accumulator 原來過了12年 中國的領導人甚麼都不忘記了 當年為甚麼要這樣做 現在拋住牢口 一句 興起說要制裁澳洲 就連鐵礦石 連煤都 不給入口 政治先行 不用看經濟數據 所以 李克強那麼興奮 沒錯 中共無視的人民 有6億人生活 還在赤貧 每個月只有一千人民幣 昨天我報了數據 中國有5億4千萬人 戶口是建於是零 沒有錢是零 然後 90後的負債 是月薪的18.5倍 平均負債12萬人民幣 讓大家開心一下 內地網民 本周二晚發帖說 當天在宜戶收到浙江宜戶的老闆訊息說 不能及時出貨料 原因是宜戶開始限電 停電 宜戶的小型企業和小作坊已經全面停電 並且抱怨停電的目的是為了節能 還是讓大家停止生產和停止取暖嗎 現在是冬天 你知道大陸的冬天是很難受的 難受到那種冬是 刺骨的冬 你快點讀他的訊息 好 讓我讀吧 今天收到 停電目的是為了節能 為了節能 讓大家停止生產嗎 有考慮過那些低層人民嗎 他們如何賺取生活費 取暖停了 能理解一點點 但是義烏有很多小作坊 別人靠自己生存賺錢的 停電 不能理解 可能時我心態太少 不能理解上面領導的大局 心表同情 但是也希望他們盡快來電 這期間 我的貨能及時生產 然後就踢了人民日報 央視新聞 義烏停電其實對浙江是一個 毀滅性的霸擊 大家想想 義烏是全世界小商品的市場 義烏的市場大到 走幾天都走不完 那些小商品市場 連特朗普所有競選的單仗 全部都是義烏印 大家想想 如果義烏停產 真的會賺少很多很多錢 現在我們看到大陸的民生發生了這樣的問題 大陸竟然是為了政治原因 來限制這個 煤的入口 而自己就搞不定 因為自己生產的煤是不喜歡供應全國的需要 現在香港就有限聚令 大陸有新的 命令叫限電令 限電令 怎麼辦呢 限電令 全面打擊經濟民生 香港有限聚令 在上面說沒有疫情 停電 人禍 沒有了疫情 就有人禍出來了 不准用電 不准六個人聚集 你知不知道 沒用電真的會凍死人的 尤其是在浙江 那種海洋性氣流 冷到會入骨的 你知不知道 近上海那邊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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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這樣的 冬天很冷 你現在說竟然是不夠電供應 另外我收到新消息 未確實的 俄羅斯 停止向中國供電 其實是趁火打劫的 趁你混蛋也好 我又不給你了 你渴死了 一定我都拿了 真的大禮貌 湖南省 全關閉警官趙明和路燈 另一個訊息就說了 另一個 網民在手機留言 浙江湖南 一些城市 半夜 紅綠燈 都關閉了 既然那麼缺煤炭剛脆放澳洲煤進口 反正這點制裁到澳洲來雪 無關痛揚 進口鐵礦石組把這些損失 找回來了 進口澳洲煤 能緩解國內火力發電廠的燃眉之急 不知道高層 怎麼上滴 你知道你就是高層啦 一邊是 港口停泊著大量澳洲煤炭船 北洋通關 一邊是不少地區缺煤 要限電停電 由湖南省發改委一遲 發佈了 關於啟動2020年全省迎風道東 有罪用電的緊急通知 用電的緊急通知 真的死火 真是黑米 全省最大負荷 已達3093萬千瓦 同比增長14.1% 超過冬季歷史紀錄 這種情況預計將會持續到明年春節前後 該通知規定 每日用電視段為10點至12點 下午的4點半至8點半 將關閉全省城市警官召命 半關閉路燈 這真是大陸才能做出事 跟你說要制裁澳洲 就弄得不夠電 全省停電 用電用到8點半 剛才看錯了 12點 中午12點之後一直都沒有電 4點半才准開燈 8點半之後就不可以用電了 晚上才不可以用電 晚上才要開暖爐 會死人的 週末關閉黨政機關辦公室用電 星期六又不開 不過 當局並未具體說明此次限電的理由 理由就是你們 不能吃東西 亂來吧 理由就是因為制裁澳洲 制裁澳洲等於制裁自己 現在大陸這班官和習近平的思維 就是跟當年老毛一樣 叫核指揮 不是武器的核 是木字邊 是木字邊 是木字邊的那個 就是一個不懂的人 管一個懂的人 就現在搞成這樣 制裁澳洲 誰知道制裁自己的人民 原來正在制裁湖南 原來正在制裁澳洲 不是正在制裁澳洲 制裁錯了 原來正在制裁澳洲 原來正在制裁澳洲 澳洲 澳洲替死鬼了 所以這次 中國又搬起石頭 再集上自己的另一隻腳 這次雙腳受損 這件事你搞定了 美國政府也沒有用的 你繼續搞定了 美國政府也搞定了 拜登上去 還要來也沒有用的 這件事不關人家的事 你也是要跟澳洲進入 你現在跟澳洲就紮馬了 我不知道澳洲是不是買了誰了 這件事不關美國的事 是你自己拿來壞的 澳洲煤礦的問題 中國第四季停止向澳洲採購煤炭後 中方11月25日 和在印尼舉行的煤炭採購對接會 敲定明年向印尼 增購價值15億美元的動力煤 明年才發電 今年不發了 試圖彌補停購澳洲煤炭 產生的需求缺口 對此 企業負責人蔣女士對 他們本台說 他政府不會告示你直接的理由 現在肯定不是用電高峰季節 你用澳洲煤發電 他的 能耗比較高 如果買印尼的煤 每一噸產生的電量少很多 因為印尼的東西是不行的 現在明知不得也要強行買印尼的 是不用澳洲的 這就是典型的共產黨 政治掛稅 沒有微信公造號跨境西牛就說 目前浙江大部分 外貿工廠 已經收到停電限產的通知 溫州前傅鎮 某一個供應商曬出通知 顯示根據全縣的能源商控 減煤 工作會議精神 要求將全鎮 高耗能低產值的企業 在12月15至12月31日期間 實施有罪的供電 即是 高耗能低產值 怎麼會是高 怎麼會是低 也是你所說的 在此期間 聖誕來的 不過大陸沒有聖誕膠 在此期間 供電部門將企業 產生用電的情況進行24小時監控 第一次你有沒有用電 香港就是限聚令 限電力 真可憐 這個對人禍還產生重大 冬天面 如有發現北岸規定開工生產者 將被強制停電 生產20天 強制隔離 強制節電 強制斷電20天 北京燕鋼的研究院 退休學者宋先生接受電台訪問 中國企業對澳洲和加拿大的主焦煤 發電煤需求量非常大 中國限制所有從澳洲入口 但是 前五年十年中國的發電量是過剩的 現在 我不知道突然間 會這樣缺電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解釋到 因為你們本身 就是因為買了澳洲的電 你們才夠用 因為澳洲的煤 一煤一個煤 可能給你們多一倍的電力 你們用回到自己的大陸煤就不夠用了 所以 大陸 所以真是 醜事 專門傳遷你 這件事 再一次 搬起石頭 閘自己的腳 會你飆出去又扔回頭 會你飆出去又撈回頭 會你飆出去又撈回頭 很大個 天寒地凍 要搞到幾個省沒有電 他拿回來撈回澳洲 還沒去到澳洲 就飛了回頭 把自己的臉填掉 把自己的臉填掉了 把自己的臉填掉了 好可憐 今天這一節說到這裡 接下來如果繼續有最新的發展 第三標的話我們再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 拜拜